韩梅一把将自己的摄友陆西推了下去 只因为他俩都喜欢学长李雷起了争执 晚上 正在宿舍发呆的韩梅接到了李雷的信息 邀请她参加派对 看着自己吐气的衣服 她想到了时髦的摄友 找到摄友一条抹胸的裙子 来到派对 李雷热情地迎接韩梅 并递给她一瓶啤酒 这是她第一次喝酒 后面陆西看了半天 走过来打断了两人 说外面太表了 不对 是太冷了 大家不如都进房子吧 进去后 韩梅在李雷面前 城门还喝起了烈酒 期间她扭头看到路西 就在不远处盯着她 几杯酒下肚 韩梅再回头路西已经不见了 酒精开始上头 她转身来到卫生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个曾经被封建外婆控制的乡下徒妞 现在终于自由时尚了起来 开心的韩梅一个猎鞋差点摔倒 吓坏的韩梅 以为是自己喝醉了 她亮腔着冲了出去 跑到天台上想透透气 没想到路西也跟了上来 她上前炫耀自己的口红 刚被李雷清花了 接着她又讽刺韩梅 只是一个香野村姑 赖蛤蟆冒充小吉普 配不上帅气的学者 受到刺激的韩梅伸手推了路西一把 没想到把她从天台推了下去 看着楼下摔死的路西韩梅慌了 这时李雷也上了天台 韩梅语无伦次地告诉李雷 她把路西推了下去 李雷赶紧往下看 却没看到东西 韩梅现在也发现 下面完全没有摔死人的痕迹 李雷也说她是喝多了 正说着 路西居然也走了上来 这下韩梅脑子彻底乱了 在众人的惊呼中拎倒在地 第二天 外婆来接她回家 车上 外婆问她 有没有和男生在一起过 韩梅赶紧解释说 只是单纯的聚会 外婆听伴怒斥她喝酒 而且还穿这么短的衣服 韩梅忍着不敢辩解 回到家 居然有两个神父在等她 他们也教训韩梅说 她的行为不可原谅 将来一定会受到惩罚 外婆在旁边宣布她以后 不准再去上学 韩梅抗议说自己才没学几天 外婆说 已经给她办好了退学手续 回到房间 韩梅发现 肚子的疤痕更加明显了 但她没有往心里去 伤心的她 躺在床上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半夜正在做噩梦的她 忽然被一个瓷器摔碎的声音惊醒 她四处打量 发现一个瓷娃娃 掉在地上摔碎了 韩梅来杂物间拿扫帚 看到门外 有个人走过 她以为是外婆没睡 喊了是外婆 走出杂物间 却一个人也没有看到 她疑惑地走回卧室 震惊地发现地上的碎片 又变成了完整的瓷娃娃 她捡起瓷娃娃 放回了原位 谁是你 谁是你 你让她悲哀 等她挣扎出来 却看到李雷在床边坐着 原来是一场噩梦 李雷说过来看看她怎么样了 说着还握住了她的手 聊了一会儿 李雷说要检查 还没肚子上的伤口 令雷说是 梨啊 等一下 短片 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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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很照亮 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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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啊